《经济日报》《投资理财》周刊中的重磅分析 今天是推介周大福1929 简选原因是周大福的股价8月起逆市而上 将会在星期二公布截至9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 截稿前,券商平均预期周大福的中期收入 按年增长6.4%至406亿 而随息税前的日利是按年增长大约4.6%至45.6亿 读者除了留意业绩数字之外 亦适宜留意业务增长动力来源的内地业务扩张的进度 内地及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已经过去 加上越来越多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以及属于盲年即是华人传统来说 不适宜嫁取的年份 农历年新丑年已经接近尾声 憧憬婚宴活动再次活跃起来 并且会带动到金色需求的上升 市场看法上,花旗近期发表报告 周大福管理层预计2021-2022财年 内地收入会按年增长3-4成 同店销售目标由原本的低至中单位数 调升至高单位数至低商位数 开店数量由700间增加到1000间 管理层表示下半财年将会开设更多自营店 主要位于商场 大和报告就引述周大福管理层透露 集团会持续加大扩张销售网络 目标到2024-25财年 内地销售点会增加到7000间 巩固一至二线城市的地位 并且逐步扩展到三至四线城市 花旗报告也说到 周大福管理层在国庆黄金周 继续看到强劲的销售表现 同店销售和总零售销货值 分别按年增长两成六和六成六 主要是归因于分现大动黄金产品 和全城系列的需求 以及内地三四线城市客户对黄金的需求增加 策略上 读者不妨以周大福今日的开市价 吸纳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16元以下 读者可以加多两倍的注码 去买入第二柱 商务目标是看20元 谢谢大家